把焦点转向国际 土耳其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了 已经执政20年的总统埃尔多安 最终获得52%的得票率成功连任 埃尔多安向支持者发表胜选演讲时就表示 他已经获得选民的委托 在未来5年继续治理国家 根据土耳其通讯社报道 反对党候选人吉里达欧鲁 已经获得47.9%的选票 这位在野阵营代表在安卡拉演讲时表明 这次选举不公众 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被用来支持单一政党 他强调选举结果显示 人民都希望可以撤换专制的政府 他也不忘呼吁支持者继续为民主斗争 注意安全前状况 看到中国人代表不作互相 那么让自己创造不能ihi 优优像